我現在也還在心情調適中 全部扣在我身上 我覺得評審 不喜歡我的表演 他有一個寫手 他寫手還去公司來找我 你討厭有什麼問題嗎 你覺得極端的力 你可以不帶人名啊 你已經很厲害了 可是可以再可愛一點點嗎 我現在想說 哇 我好卑微喔 好好說話 是不是一定要用到 攻擊別人的方法 才能好好說話 賀龍扯劉真哀轟 波及全明星評審 淘金銀報三秘辛勸 好好說話 劉真老師到底要不要救 請回答我這個問題 醫生要不要救 請回答這個問題 A綜藝節目全明星辯論會 反方賀龍帶入單口喜劇界 昏心不濟的炎上風格 以試著劉真質詢對方 便有引起熱議 事隔一週賀龍誠懇認錯道歉 網路上人怒火燎原 甚至另開戰場 批電視圈想要網紅的流量 又不許人家表現太出色 你已經夠強了 賀龍 該節目評審長陶金銀 接受三立娛樂新聞 獨家電房說說心底話 但為什麼我那麼堅持 要這樣說話呢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 才能為各位觀眾 留下一個流傳百事的作品 這是我對於我自己 是一個創作者 我是個表演者 我是個單口喜劇演員 我這樣才對得起我的粉絲 你知道賀龍的粉絲會在那裡計算時間嗎 如果賀龍走了30秒 那到底是被我們剪掉什麼 這樣對賀龍的粉絲交代不過去 好啊 那我們就公平 他的粉絲還要抗議的話 那製作人是不是考慮 就把他所有講話 原封不動的播出呢 我們沒有看到那個原封不動 那個更...更over是不是 比如說誰誰誰 亂XX妹妹 你現在在錄音 所以我真的 根本就不敢舉例給你 你就電視台是有尺度嘛 這個不是說什麼 人家批評我們什麼愛啊 你們什麼老啊 什麼思想 什麼舊什麼 這個平台有它的規範好嗎 我有一個最好的朋友 他直接告訴我 我更不想看你們節目 我就傻眼 我說為什麼 他說你們都在吵架 這是什麼給你這樣的印象 他說沒有啊 因為看起來都是這樣啊 那沒有看這個節目 他就很容易因為新聞 因為標題 然後情緒會激動 那所以才是鬧這麼大 現在你傳點去 跟當地聊天 還是不一樣的溫度 那出文化部說要做一個 好好說話的節目的時候 那我們說用辯論來走 我們是走一個生活化 而且大家都能夠淺顯易懂的 說話辯論方式 說話的方法有100種 那為什麼我們偏偏要選 那個最爭議的那種 好好說話 是不是一定要用到 攻擊別人的方法 才能好好說話 賀龍等於是告訴大家說 他們這個卻只是認同這個方法的 對 言善好了 但是我們全新辯論會 從來沒有出現過言善 這兩個字 我是很軟性的 希望扯導 而不是教訓 因為我也沒什麼資格教訓 然後我只是建議 我覺得賀龍 他自己沉澱了以後 或甚至看到輿論的反應 他應該做自己會去做調整 三立娛樂新聞 他應該不會調整吧 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武通 謝忻乃哥 我是許乃琳 我是台灣上司 歐巴桑 鄧美鳳 我是蔡康勇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們是號角相機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今天要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了 哇 好快喔 生日快樂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APP 更多的線歌 就在這裡